奉主耶稣圣明 我们今天特别来谈一下 关于哥格攻击以色列的事 这是《以西结书38章》里面所讲的 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那有一些人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 认为就是《以西结书38章39章》的事 要印验在现在 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就是圣经的哥格 这也是误会 圣经不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们从圣经的预言跟历史的变化 的应验 我们就可以了解 但里里书七章二十四节 那边有讲到 这个世界要从十个王的时代 慢慢会进入三个王的时代 那么什么是十个王 这跟巴比伦 尼布加尼撒王的 所做的异梦异象里面的印验 有很大的关系 巴比伦的大象异梦里面讲到 头就是巴比伦 接下去 胸部的地方 就是波斯帝国 接下来就是腰 希腊帝国 那两条腿 就是罗马帝国 后来的东西罗马帝国 那么 西罗马 476年灭亡了 后来 西罗马这边 又在公元800年 兴起了 神圣罗马帝国 那东边的罗马帝国 一直到1453年 灭亡 那神圣罗马帝国 一直到1806年 才灭亡 所以按照圣经的预言 跟事实的历史 国度的变化 所谓进入十个王 十个角的时代 应该是从1806年 才可以正式计算 所以事实上也是这样 从1806年之后 真正的欧洲各国 经过百年的酝酿 殖民了全世界 包含中国 台湾各地 都是 这种殖民的现象 就是十个王的时代 也就所谓的列强 殖民世界 这个已经都应验了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个列强 互相的争夺 互相的争战 那按照圣经来说 但里里书七章24节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虽然非常的短 它却是一个 所谓的三个角 十个王是十个角 那三个王就是三个角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世界 因为列强争霸 群夺世界的资源之后 慢慢的 它会进入所谓 大三国演义 好像中国古时候的 三国演义一样 所以小弟公元2000年 有讲到 这个末期的四局 那么四局里面就分 跟欧洲 美洲跟亚洲 那非洲呢 是给这三个地方 有一个共同的分享 是这样 那么俄罗斯呢 因为它是欧洲 它也是亚洲 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将来的 跟将来的歌格 要掌控的国度 就是 以西结书38章39章 所讲的 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称为小脚王 就是歌格王 这个现在还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世界 从俄乌战争之后 慢慢的会走入 所谓的三国演义 这是趋势 这是圣经的预言 不可逆的趋势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那现在列强的争霸 要延续到多久 什么时候进入 真正的三国演义 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这时间相当长 不是很多人讲的 十年百年就解决 因为福音要传平天下 所以我们要用 圣经的角度来看 什么时候进入末期 就是这个歌格王 他要掌控了 全世界的权柄 但里里书九章二十七节 他要与各国坚定盟约 那么这个盟约是什么 就是在 以西结书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以及 启示录十七章 里面讲到 他要从世界各国 各国得到了权柄 各国把权力都交给那一个人 所以末期中的哥格 是一个人 是一个敌基督的人 那么以赛亚书十四章 有讲到 使世界成为方长 是这个人吗 就是这个人 那么以西结书三十九章 也讲到说 使世界败坏的是你吗 是你吗 所以都是一个人 所以这一个人来 按照贴撒罗尼加厚书第二章 讲到 是大罪人 沉沦之子 坐在神的殿里面 自称为神 在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 他是宗教人士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人士 但是也是一个国际人士 大家认为他有神同在 有神迹歧视 可以托付 但是他还没有显露出来 等到他得了国权之后 这个男主就打开了 就显露出来 争霸世界 事实上他背后是 恶者的灵跟他同在 所以人看不懂 那么贴撒罗尼加书第二章 保罗讲到 这一个人叫做哥哥 他将来要围困圣城 就是以西结书三十八章 所讲的事 那么他谁能够毁灭他 只有基督的荣光 可以毁灭他 所以跟主耶稣在灵 是密切的关系 就是末后之年 必然要发生的事 跟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的 时间的点来说 是不能复合的 而且也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 以自己的政治立场 把哥哥跟俄罗斯 把哥哥跟俄罗斯连结在一起 因为神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神的福音也要传到俄罗斯 也要传到乌克兰 这都有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是希望 按着圣经一定会和平的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福音的工作 只有在平安的时候 才能够传扬 灾难的时候是保守 是神的大能的保守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不要用自己的政治立场 去看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要用神圣经的预言 历史的进程的趋势 去看透这些国际的现象 背后都是这一位神在掌管 所以立王新王 国家的衰败跟护心 都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我们应当看清楚这些事 简单讲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以西结书的38章 我们一段一段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中间的奇妙的作为 那以西结书的38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亚各地的哥哥 马各地的哥哥 就是罗斯米瑟土巴的王 发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主词说 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哥哥 我与你为敌 我必用钩子 勾住你的筛匣 吊转你 将你和你的军兵 马匹 马兵带出来 都披挂整齐 成了大队 由大小盾牌 各拿刀剑 波斯人 古斯人 和辅人 各拿盾牌 头上戴 头盔 戈灰 戈灭人 和他的军队 比方 急促的 陀加马族 和他的军队 这许多国的民 都同着你 那聚集到你 这里的各队 多当准备 你自己也要准备 做他们的大帅 那么到第八节 过了过多日 你必被拆派 到末后之年 你必来到脱离刀剑 从列国收回之地 到以色列 长久荒凉的山上 但那从列国宫 召聚出来的 必在旗上 安然居住 你和你的军队 必同着你许多的国民 必如暴风上来 如密云遮盖地面 这里讲到 神的话 临到以西节 圣灵降在以西节的身上 神的话 临到他 把预言记录了下来 那么这里讲到 我们这几个地点 必须做一个历史上的查考 那么我们会比较更清楚 那么这里讲到 马各地 马各地 就是将来 如果马各地 是马各族的 只身住的地方 创世纪第十章有写 那么这个马各 它的原来的意思 就是受惊吓 这是从原文上 我们可以知道的 那么这里 启示录的二十章 第八节说 哥哥和马各 这个两个名词 他把它并列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那我们查看出来 为什么叫马各 哥哥 因为他是马各 子孙出了一个哥哥 就好像我们讲 大卫的子孙 耶稣 那我们就可以想说 大卫 耶稣 这个简单的称呼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马各 他是亚佛的 儿子 我们可以看 创世纪第十章两节 那么依照 古时候 他们的 讲法 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耶舍夫 他写了一本 叫做 犹太古史 他说 西古提人 就是他的后裔 而马各 就是这些人 居住的地方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在经小俄亚 西亚的西面 那么这个是指 这个土耳其的地方 本来是住在 土耳其的 黑海的南边 那么 后来就往 现在的乌克兰 还有这些附近的 黑海的北边 这边东欧的国家 可以说是 一直到高家首 那么 那么都可以算是 马各地 那么在 古时候 这个希腊人 他也称这个 马各族的人 为西 西古提人 所以可以看 哥罗西书三章 十一节 那么西古提人 他是比较一种 性情比较凶暴的民族 这个是我们 有人这样称呼 那么他居住的地方 大部分高家所就是黑海跟离海中间 亚大山 迈的旁边 下面这些国家 就高家所 那么这高家所的名称 有人讲高家所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这个 哥哥跟 家山 这两句 合起来 家山是 云地 所以高家所 那个 亚大大山下面 那高家所地区 有好几个国家 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 哥哥的 云地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意思 哥哥的 范围 是这里 但是不要把 这个事情 随便的 跟现在的局势 斗在一起 这样 跟圣经的 旨意 不清楚 那么 再我们再 查考一下 关于这个哥哥 哥哥的 原来的意思呢 就叫 乌地 就是 高家所 高山 那个以前的 方舟 停在那个上面 按照圣经的记载 有人去考古 也真的 有找到 被学掩盖了 那么这里讲到 罗斯 米色 土巴斗王 这什么意思 这是将来这个哥哥 他是 罗斯 米色 土巴的王 就三个国度的王 那么 马各地 是哥哥的 领土 所以是东欧 那这个名字 由来 我们有人去 查考 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 在公元前 660年的时候 吕迪亚的国王 创立的 君王的名字 叫 吉家 该基斯 是西古提亚人 征战阵王后的 归道 马代人管理 或者称为 亚美尼亚 边境的 哥哥 或者是 亚述北方的 西基王的 的王 西基的王 叫做 也叫哥哥 或者是 米利提尼 北面的山地 也叫哥哥 所以 所以从这样 历史上的 查考来说 这个哥哥 跟马各 在古时候 是包含了一个 比较神秘 再从以色列来看 他是算 北方的 急促了 在当时的世界 来说 那么 现在来说 就是 黑海 这边的 那么 其实 是的 一本 就约的 王的名字 也叫做 哥哥 所以他们 这个在 民宿记的 二十四章 第七节 生命记三章 还有四章 阿摩斯书七章 都是 把这个名字 演变出来 来解释 所以我们 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哥哥王 就是 统治 马各 地区的 统治者 当然是指 末期 不是现在 所以不要把 这个一下子 弄到现在 这个时间点 特别注意 那么 圣经 也有讲到 还有另外一个 哥哥 是 流变的 子孙 耶娥 耶娥的孙子 他也叫哥哥 还有 雅甲 在七十一本的 哥哥 民宿记二十四章 第七节 那 哥哥这个名称 又称为 蝗虫 他的原意都是 一样的 那又称为 亚美尼亚那边又称为 哥哥又称为黑暗 所以 他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字本身 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 那么圣经讲的哥哥 是指 末期的那一位小脚王 丹尼里书七章 从 整个第七章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到 以西节书的三十八章 这里就讲到 他要攻击 这个以色列地 那么 到启示录的 二十章 第七节 你知道他围攻 圣城 这是 已经主耶稣 要来的时候的事情 这圣经 特别的是这样讲的 那么在 启示录十七章里面 他讲 他是要称霸 这个世界 掌握世界的霸权 所以 这个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可以 理解到 这个事情 所以哥哥的定义 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领悟 他是将来 必然要出现 按照神的预言 要出现的人物 那么 罗斯呢 罗斯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首长 王子 还有就是 太初 就是 开始 一切的开始 那么 罗斯跟现在的 俄罗斯 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有人说 俄罗斯 他原来住在哪里 当然就是 土耳其那边的 罗斯地 后来就一直往北 到现在的乌克兰 乌克兰以前 就是罗斯的地方 这个为什么叫做俄罗斯 俄罗斯 跟罗斯 有什么不一样 那有人就这样讲 他说 这个俄罗斯呢 是 鲁托族 他是 塔鲁北部 一个 罗克 撒拉尼 地方的人 这是后来分出来的 那么 还有一个人 跟我提供一个意见 他说 为什么叫做俄罗斯 为什么不叫罗斯 经过 有人考证是这样 因为 整个俄罗斯呢 被蒙古人 统治了两百四十年 那蒙古语 讲这个罗斯的时候 就 不是能够讲得很清楚 必须加一个 蒙音跟子音的配合 所以就变成俄罗斯 也是一个尊重的意思 所以叫俄罗斯 那么 就变成一个俄罗斯 这是 蒙古人 特别对于罗斯 加个 俄 好像一个贯词一样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这个也是很奇妙 所以我们现在称为俄罗斯 俄罗斯是这样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 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圣经四世纪的 第五章 二十三节 有写到 米罗斯 米罗斯 那又跟俄罗斯 又很接近 所以 到底这个 罗斯的地方的人 那么 如果以四世纪来说 那时候他们是在 拿佛他利 基底斯 以兰的 境内 可能是俄罗斯的 一个 一部分的民族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就有 这个罗斯 这个名称出现 那么这是从 圣经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的 资料 就只有这样而已 那么 所以我们 大家公认的 罗斯 就跟现在的乌克兰 地点 是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样 我们给大家 了解这个地点 那再过来米社 米社呢 圣经称为米社 那么他 他就是黑海的南岸 小亚西亚东部的民族 是亚佛的后裔 创世纪十章两节 这早就讲了 那么他曾经去 侵略过亚树 所以米社 跟这个莫斯科 这是我们翻译上的 因而已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米社跟土巴 这两个民族 他们都是从 土耳其 小亚西亚 然后过黑海 然后进入 现在的东欧 这边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 这个名称是 莫斯科 是米社 也没过来的 那么 我们从这样 我们就可以了解 他们跟土巴 那么土巴人 他是住在 小亚西亚的 提到鲁斯山脉的两边 那么 以前的亚述人 称他们为 摩西古 那么 希腊的哲学家 希罗多德 他也曾经讲到 有一个事情 他们 称他们叫做 摩西克 摩西克 所以这个摩斯科 这个名称就出现了 在亚述王 撒曼尼沙三世 这公元前 八百六十年 到八百二十五年 那个文献里面 亚述的文献提到 他们用那个 奴隶 来换取一些商品 所以 以西结书二十七章 十三节有讲到 人口贩卖 当作一种商品 这个是 以前古时候的 社会 常有的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 土巴 土巴 我们刚才米色 我们就知道 摩西克 就是这样来的 那土巴是什么 他没有单独提到 都是跟 这个摩斯科 这个相关联的 那么土巴 他也是亚服的 后裔 他是黑海 东南部的山地 那么土巴 我们中文 有的翻成 土布斯克 或者是 托布尔什克 那跟现在的国家 土库曼 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那亚苏人称他们 为塔巴 那西罗多德 称他为 提巴内罗 提巴内罗 所以在亚苏王 提格拉 一世的时候 就公元前 1100年的时候 战争里面 提到 他们跟 米色人 的问题 所以在 就是他们 在黑海这附近的活动 有这个记载 那么从这样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都是东欧 简单讲就这样 因为历史的因素 跟现在的国度 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同样的 我们从 现在 来看 那个 关于土巴的问题 我们在 乌克兰这边 土巴尔什克 是在1587年 建立的城市 那么 这个我们就可以 慢慢地体会到 乌克兰 莫斯科 这些东欧 跟土巴 他们的三个重要的地点 跟民主的关系 都是 马克的子孙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了解 那么从 圣经里面 讲到 以西结书38章第4节 说 用钩子 钩柱 吊转你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他本来 不是这样的 后来因为国际的局势的变化 就掉转 掉转到哪里呢 回到 这个 以色列的事情 国际的大战 那是末期 最后的 所谓的 大战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那么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 以西结书38章第5节 里面的波斯人 那波斯人呢 波斯就是分开 因为以前有 马代 波斯 两个国家 后来 古列王的时候 就合为一个国家 所以波斯 那么 波斯就是 现在的伊朗 全部都是 那古斯人呢 他的原意 古斯就是黑的意思 所以他是 埃提阿伯人 还有现在 伊索比亚 这些都是 那么圣经 写的比较多 那古斯人 圣经就是 尼罗河上游这些呢 有神的子民 圣经也预言 福音将来 还是要回到 古斯 苏丹这些国家 现在都还没有应验 所以福音的工作 我们要有更大的努力 因为神一定会成就 好像波斯也是一样 伊朗 神的国度 神的教会 迟早还会回到伊朗的 现在虽然他们信的是回教 这也是神的一个作为 独一的真神 虽然称为阿拉 但是我们知道 神的作为出现的时候 没有不能改变的 那佛人呢 佛人就是利比亚 所以以西节书27章 第10节叫做佛拉 是一样的 就是埃及的西边 那个北非 那个地方 那么再过来 第6节 38章第6节 哥妹 北方集处的陀加马族 那么这个我们必须去 一样查考一下 那么哥妹呢 他就是亚佛的长子 冲世纪 第10章2节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有的人是这样查考 说叫做深美女人 就是主前 八世纪的时候 他们进占了亚美尼亚 然后削弱了米色跟土巴的势力 那么西罗多德 他怎么讲说 后来他们在小亚西亚的北部 安顿下来 就是黑海的南边这边 那么受谁的压迫呢 受塞西亚人的压迫 他们越过了高家手 到了小亚西亚 他是这样来的 历史上是这样写 那么到七世纪的时候 受这个西苦提人的攻击 就是高家手这边的人攻击 那么驴底亚的吉家 作王的时候 他这个国王死掉了 这国王叫吉格 吉格斯 但是亚树为了防止这些歌魅人的攻击 所以他们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做 那有人查考现在的德国人 他们的祖先跟哥妹这个民族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希腊人称他们为西摩利人 又称哥妹利亚 科妹利亚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到我们现在就称为 这个克里米亚 你看克里米亚那个半岛那边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哥妹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从我们看到一些领土的纷争 跟种族的历史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现在的哥妹 如果从扩大来讲 他也是包含了整个东欧的地区 包含在里面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了解一下 那么北方吉处的陀加玛族 那么这个陀加玛 为什么叫北方吉处 因为从以色列看过去 到黑海到东欧 这已经是很远了 亚拉拉山 这个方舟亭的地方 在他们来说就非常远了 因为以色列的观念里面 柏拉河 优花拉底河上游 亚述人住的地方已经就很远了 所以这里讲吉处 就是更远一点的意思 那么这个陀加玛跟哥妹 这个陀加玛就是哥妹的儿子的名称 所以同样都是在东欧 所以这个黑海跟离海中间高加首这个地方 以前就称为陀加玛 那么我们现在称的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这个国度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陀加玛之家 所以这个黑海 以前就称为陀加玛海 我们现在称为黑海 那么以前的犹太人也曾经称这些土耳其人 为陀加玛人 所以这个跟亚美尼亚的关系 还有后来的德国人 这些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去领悟一下这个变化 那么冲世纪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有讲到 这个亚弗的子孙是哥妹 当作他民族的名字 就像我们华人说我们是元皇子孙 就元帝皇帝的子孙 那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讲 我们是吃油的子孙 叫做酒梨 梨民百姓 就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用祖先的名字 当我们种族的名称 那么从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圣经的含义在里面 那么一期结束三十八章第七节 聚集到你们的各队准备 你自己准备做他的大帅 这是指末后之年 所以末后之年就是福音传遍天下 末期才来到 这耶稣说的 那么启示录十七章 各国的国权交给各个这个人的时候 才算作末期 现在这个现象还没有出现 因为列王争霸 要经过三王的时期 那三王时期多久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写 少者百年 多者千年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预算的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他写得很短 他没有写很长 就像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 这个 《启示录》的十一章里面 有讲到历史的预言 但以理之后的 我还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 但以理书的第八章 那么第八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说 我举目观看 见有双脚的公民梁站在河边 两脚都高 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我见那公民梁往西 往北 往南 抵触 受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妇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 至高之大 这一段的公民梁 波斯帝国 扩张 那么到第五节你看 我正思想的时候 有一只公三羊 从西而来 遍行全地 脚不沾沉 这三羊两脚当中 有一非常的脚 他往我所看见 站在河边 有两脚的公民梁那里 大发愤怒 向他直闯 我见公三羊 就近公民梁 向他花捏怒 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脚 民梁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民梁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梁脱离他手的 这三羊极其至高至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又在脚跟上 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那么这公三羊就指什么 希腊帝国的亚历三大 他东征 把波斯的大流士三世打垮了 十年的时间打垮了 但是他回到巴比伦的时候 突然间生病死了 所以才三十几岁 三十三岁左右 死了以后 他的国家 被分为四个 四个国家 就是一些将军 分成希腊的本土 还有西流基 就是叙利亚这边 还有埃及 还有另外一块 就土耳其 小亚西亚那边 所以一共分成四块 简单讲就是 希腊本土一块 土耳其 小亚西亚一块 叙利亚一块 还有埃及就一块 后来又征战 变成三块 这个就按照历史都应验了 那么从圣经的角度 就那么几句话 所以公勉良 波斯帝国的强盛 圣经才写三节而已 两三节的话而已 所以预言是 到了时候 整个过程 几百年过了 你才会看得懂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 用我们现在 短暂的国际现世 就去论断 所以要静下心来 看久一点 你就懂了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从圣经十个王 十个角时代 从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慢慢的成为三国演义 这个是很现实的 很像希腊的亚利三大 死了国家分为四块 后来变三块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中间的过程 都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读圣经 圣经就是写个 非常大的格局跟方向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想的 写得非常的细 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圣经是以救恩为主 国际的现世 只是配合了神的旨意 在运作 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将来哥哥 他要做大帅 要进攻以色列 那么这个大帅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领导 那么圣经 又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丹尼礼书七章二十四节 特别讲到说 他用轨炸的手段 制服三亡 在丹尼礼书七章二十四节 所以启示录十七章 十六十七讲到说 世界的国权在他的身上 那就是他制服三亡的时候 所以这个哥哥王出现的时候 因为世界的大三国原意 就是欧洲 亚洲美洲的国度的争霸 到最后 谁也不服谁 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利 是一种平衡 有点是恐怖的平衡之下 他出来做和事劳 跟大家签订了盟约 得了这个盟约之后 他就也是一样 要争霸世界 谁不听他的话 他就找他算账 所以从这一点 所以这里讲到 圣经 第以西结书38章 过了多日 他被拆派来到末后 之年的时候 到列国收回之地 以色列 我们知道以色列护国是 这个1948正式的护国 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国 就按照 以西结书 以赛亚书的预言 应验 护国 按照罗马书11章 保罗说 福音传遍天下 但是福音从以色列 耶路撒冷出来 还要回到以色列 那么如果以色列 没有一个国度 这怎么可能 所以耶利米书 我们可以看31章里面讲 神的子民 他不会被废掉 神的国度 虽然暂时消失 他还是会恢复 所以以色列国 护国 跟耶利米书31章 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跟救恩 要回到以色列 这是一个奥秘 现在 以色列人 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这是神的一个 奇妙的奏偽 我们是想不通的 但是将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个跟哥哥的关系 国际的局势 教会的发展 是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白 这中间的互相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了解 所以以色列人 现在在以色列地方 你看他们的农业 各方面都很发展 科技 军事 这都有神的祝福 也是为将来 神的救恩国度 做预备的 所以他能够平安的居住 圣经讲 安然居住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救恩 你如果看到 以色列书19章的时候 以后埃及 以色列 亚述 三国 使全世界得福 就是说 埃及 以色列 亚述 那现在的库得主 以后就是亚述 那么这个相关的 整个中东的形势 为了救恩的问题 神的国度 救恩会回到这些地方 这都是圣经所写的 但是到将来的时候 哥哥 他为了夺取世界的权柄 他必须进攻以色列 来夺取世界的权柄 这是撒旦的作为 也是神的旨意 所以围攻圣城之后 那都是在末期里面 要发生的 像柏拉大河大战 东方的猪王都过来 东方猪王当然是亚洲 然后跟哥哥 所以他们要大战 那么这个关于 哥哥跟世界各国的战争的问题 这是启示录的 在我们看到的20章里面 回攻圣城密切观 但是这个之前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弹尼里书十一章后半段 三四五节之后 那里面讲到东方 南方 还有西方 北方王 就是指哥哥 他们要互相的争战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山王 跟哥哥的争战的问题 那都是在弹尼里书十一章后半段所写的 那么我们从这样就可以了解 那么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圣徒的城被尾之后 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这个感染山裂开 然后圣徒升天 亲自建主的面 那么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事 那是末日要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事都是有缓缓相关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地点把它弄清楚 所以将来以色列三地的战争 当然是先有柏拉河的战争 然后再过来就是 以色列结束三十九章 哈门哥哥谷 那个是跟耶诞河十海这边的征战密切的关系 然后再过来就是哈米吉多顿 耶稣类平原 那个哈米吉多顿那一块地 再过来就是耶路撒冷被围 这是最后 所以这个从地缘关系由远而近 这是相关联的 所以次序不能弄错 时间点也不能弄错 免得我们随便的想象的都是不对的 那么从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 所以启示录二十章讲到 蒙爱的城被围攻 那么这小先知书里面都有写这个 我们来看其中的一小段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那个耶娥书里面 也讲到这个是 那么耶娥书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段话 我们这个都是跟哥哥 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 耶娥书里面 那么耶娥书里面第三章 他这里讲 他这里讲到说 第十一节说 四维的列国 你们要速速的来 一同聚集 就是指哥哥带兵过来 耶和华 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就是主耶稣再临 万民多当兴起 上到耶沙法谷 耶沙法谷就是 哈密吉多顿 因为我坐在那里 审判四维的列国 所以开脸把因为装下手了 见他把因为酒炸满了 酒吃淫意 他们的罪孽甚大 所以这个是相关性 那十四节更重要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断定谷 日夜昏暗 心绣无光 耶和华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生 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手 做以色列的保障 那么这断定谷是什么 就是感南山裂开 撒基阿利亚书十四章 裂开 主耶稣再临 断定了这个世界 结束了 所以这里从西安吼叫 就是西安山 就是感南山 感南山在旁边 裂开大地震 天地 崩解 那个《喜事录》十六章讲的 整个地球列为三大块 那是刚开始的现象 那么第十七节 你看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又住在西安 我的圣山 耶和华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这什么意思 这新耶路撒冷的出现 从天而降的圣城出现 所以就不再有所谓的外邦人问题 因为都复活了 得救的就得救 不能得救就会灭了 所以这个话是相当的深入的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 来看耶和书第三章说 但犹大必存到永远 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这是什么 这不是地上的犹大国 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 是天上的以色列国 所以 其实里面讲的 地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 这才是永远的 所以但一书二章四十四节 神的国度 神的教会 这是永远的 不是地上的物质的组织而已 这个都是过渡时期 所以圣经一直讲到说 因为耶和书住在西安 是天上的西安山 所以西伯来书十二章 永不震动的国 天上的西安山 这才是永生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 看到这个世界国度 虽然最后是统一了 在哥哥的权下 但是没有多久就混蛋了 所以世上的国 成为基督的国就应验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必须了解这个过程 免得在这个中间 因为人为的崇拜 政治的因素等等 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 天上的国度 而不是地上的国度 那么我们更需要为 所有的地上的国度的君王 他们祷告 使他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 当然这中间都有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 去批评某个君王的决定 对或者错 在神来说 都是互相效力的 在你认为错的 在神来说 应该也是对的 在你认为对的 在神来说 也不一定对 所以神的旨意 是超过人的想法的 好像保罗 讲到这些道理 罗马书十一章的事 在当时来说 没有人听得懂 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懂 福音还会回到以色列 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从这样 来领悟一些道理 很多道理要到 到了时候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 就不要加添 懂多少 讲多少 圣经讲的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不要 随意的预测 解释 免得成为 一个神不悦纳的人 我们要再次 特别的谨慎 的提醒 大家互相勉励 最后呢 愿荣耀归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萨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做令我上到冲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革靠之地 苦苦劫力 月日落山 当我见识 都不不停 这处理我相靠住心 心上充满意无助 为我所愿 伤罪之处 有人多愿 世与千秋处 让我祈求更高之处 我归虽然暗戒不够 却只剩我祖心中 你心得万快乐的生 天上神不说话赞生 你生我 是我坚定 你心站在 与长乐际 我心向我 更高之力 这处理我相靠住心 我归虽然暗戒不够 我归虽然暗戒不够 天上 都不够 天上 都不够 天上 都不够 不仅我 运时都不连 交助 同心 直到天地 我归虽然暗戒不够 求你生我 是我坚定 你心站在 与长乐际 我心向我 更高之力 求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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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 与长乐际 求你生我 生我坚定 你心站在 与长乐际 我心向我 更高之力 求祝你 爱情 求祝你 想到 与长乐际 求祝你 长乐际 求祝你 想到 aud у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